19世紀中期 爱尔兰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作为主食的马铃薯 遭到晚疫病的侵袭 发生了大规模发霉腐烂的情况 让产量跌落谷底 造成数百万人饿死 病死逃离家乡 这场长达七年的灾难 使当地直接少了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 成为了历史上惨痛的一夜 20世纪后 农药的使用确保了农作物的产量跟品质 同时也让凉荒的噩梦 离我们越来越远 但在想要兼顾生态环境的条件下 农业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不论是除草剂 杀菌剂或杀虫剂 以及有机农业用的生物质剂 都是属于农药的一种 全球农作物因杂草 害虫 病害造成的损失 保守估计约有35% 等于有三分之一的食物 在收割前就消失了 若再加上潜在的损失 甚至高达近7成左右 正确且精准的使用农药 变成了保护粮食供应的权衡之际 为了避免农药造成预料之外的伤害 现在的检验越来越严谨 除了会对人体影响进行风险评估之外 对于土壤 水域 鸟类 蜜蜂 水生物等的影响 都会严格地列入审查 来降低对环境的伤害 那么现代农业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里我们就来谈谈几个农业的前端技术吧 种子处理技术是在播种前 将种子先批复种子处理剂 提高种子品质 增加作物的发芽率 及日后对环境的抵抗力 降低农药使用需求 农药方面 开发低毒性高效率的新型农药 已经是国际间的共识 比起传统农药 新型农药提高了有效性 并降低使用量 在环境中容易降解 使作物中的残留量降低 比较不会引起目标生物的抗药性 总体来说 现代农业追求的是 病虫害整合管理 相较于以往过度使用农药 而引发杂草或害虫的抗药性 现在的病虫害整合管理 则强调多元化防治 将有害族群数量 压低至危害水准之下即可 以兼顾生态环境的平衡 2050年 世界人口预估将成长至将近100亿 预期届时食物需求量会增加一倍 加上全球暖化的影响 农作物害虫们的视力范围也会越来越大 在需求暴增 环境又如此严苛的条件下 数位农业变成了未来粮食的生产趋势 现在已经能透过无人机 感测器 分析耕地 将资料参数化 哪块地营养不足 哪些作物生长过密一目了然 让农夫能够快速调整耕种方式 精准适用农药 如果搭配通信设备更可以实现自动化农场 只要在手机上按一按 点一点 便能远端操控重型机具进行洒水或收割 根本就是真实版的开心农场啊